你来测试多少钱 很多啊 经常来我们这里吃饭 还点餐 还点的最多的是哪道菜 臭豆腐吧 臭豆腐 是个公园还蛮复杂 测试时间的一道菜 但他想吃嘛 我们的关系确实很好 包括我们能进到下一个剧组 他也会给我们 空头一些 他觉得好吃的东西 跟景哥的相处中 慢慢就是熟熟 熟悉了之后 然后我也比较放得开了 比如收账大小啊 或者是比利器啊 或者是说谁嘴欠一下子 互相逐一打都很正常 我听说哥哥弟弟之间 他有一些其他的称呼 会是什么的 就是就叫他景哥 叫我弟弟 或者是开玩笑的时候 就会含有逆子 你知道他怎么吓我 我在房车里休息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去驾驶位了 然后前面有个帘子格挡 忽然窜出来了 感受一下 你你是大头头玩 你觉得谁会是先怂的那个 大哥不说二弟 我俩半斤八两 我在某些程度无担心 但是我害怕黑 因为我很会脑补啊 我就怕前面 我走着走着突然窜出来个人 所以每次去迷失 我都躲在中间 我这次见 你就会有呀 你不要这么早就会 你还是先怂的